欢迎回到 在台湾的乡土有很多丰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般媒体上看不到 Peple公民新闻平台在各地的公民记者 也许他们本身就是故事的参与者 记录下整个过程利用公民报道跟大家分享 而今天来到我们南部发生现场的 就是一个长期在地方从事社区营造的团体 他们在Peple上用的公民记者 昵称是阿秋 而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他们的理事长陈明慧 大家好 我是公民记者陈明慧 李宿中你好 你来自嘉义新港 那在Peple公民新闻平台上 我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们社区营造的一个主子叫做 上次有一天火车回来 这个火车是什么样的火车 它有回来没回来这么重要 因为它是加比线的五分的火车 曾经是扩货两用 因为长时间来 然后它是一个百年黄金铁道 就是因为社会的变迁让它默热掉 默热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社罩的角度去 怎么把它拉回来 就是用那个四个字 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压力 就是一定要把车站盖起来 听说李宿中他们是在社区立了一块牌子 上次有一天火车的车 从此就开始买手他们的社区营造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他们社区重新找回光荣的 上次有一天火车回来 要出一半都要做火车 在北国路里一间都铺到百人 要不然几千人都爱火车 一招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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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高雄 景观崩溃 人的生活崩溃 整头剩下的只有老人跟罪汉 在嘉义县 金港乡位于嘉义公路跟高铁条下 开始起头到北港溪这一段 这条铁道上面都是灰气无杂潮众生 然后设造的困难度 让我们感觉到设计怎么会有怨警 所以我就开始去立一个牌子 这个胸心 我刚刚回家等了 然后勾露起来说我们要对整个未来 那个怨情是永续的 甚至于是可以三五四年都不会替换掉的那个怨情 那兄弟们现在刚刚就等了 村民看了以后他们都会在笑 所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那不可能我们来试试看 我就把那个十个字用在那个路口那里 我一定要把车站盖起 用那个记忆里 包括一些一张老照片 用那个老照片去把它还原 我们还原我们要的所谓的 宏联记忆的车站 我们在社区院的营造 过程要从车站好车来整理起来 你的感觉如何? 感觉是你们整理后是不错的啦 我们是在载工我们就以前这条线路 在最后的感情 我们真有感情 我们这个派到车站到家庭 真的真的欢喜 人情味还有还是很浓厚 用手办法让 那是回家等了 让这个地区重返荣药 那个荣药就是把以前那个环滑的找回来 我们这边 这是我们这段时间在想说 为什么撒来空几个小 就是说 因为我算是一个守谋 我开始一直这样努力 然后我去 另外陆系两个人出来 那里空是我 那里空就是我 那里空就是那个黄水水 出来嘛就是三个人 然后这段几年来这样努力 然后那个小孩跑出来 做一个山寨版活动 就是山寨空的几个小孩 那我刚开始在做我是从那条汇铁道 以穿透社区的概念 从入口那边开始一直做 做凉铁 入口异象 包括提到的环境整治 包括我们的一个生态的标识 用那个木头垫铁桿 把它做标识 然后再做官农田 那官农田 之前有做那个 官农田之后 之后再来做那个 大川四道 大川四道做完之后 再做那个 龙角桥 那龙角桥完成之后 再往后移 就做到那个 板车之后车站 把板车站的之前 又去做那个 湾仔的车站 就是 就是整条 应该那个过程就是这样 这样 我们是发觉到 前年的智慧 被掩埋在土底面 都不知道他们整个 施作过程 后来是我先 有一个企划 先把它成就一段起来 然后水宝集来看了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成就对社区 整个文化 跟历史建筑有很好的帮助 修作过程 因为没有经过 所以说 我们这段 有很多争议 人家不了解 前期 第一个 台湾它反对 我们在施作过程 因为没有经过 它的同意把它盖了 他本來要來猜測 後來經過我們機械商 他變成說 好把這塊地租給我們 那我們就 就透過這種 凝聚力 完成我們想要的這個車站 完成後的車站 未來的印證是什麼 基於宿舍 然後我後來又寫了一首歌 叫《哪起回家》回來寫 我來又寫了一首歌 老的江湘是誰 海外國鄉民情味 我本身是做 學煎年高知秀 就開始 抓著目標 要把這個政頭抓著 藝術村的概念來 我每次都可以做 每個鄉民、角落 都慢慢去改善 去塑造 我們這個全個 錢中正恩大師 他在架構整個 反頭村的藝術村 他是做了一個台灣水牛 就是有車、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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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配合我們的父親鐵條 這個整個歷史建築物 這樣很賣錢 一直辦 你請車完 我請車一大碗 請車一大碗 其實你這樣 等價位加到五、六十年代的情勢 就是要讓理由起來感受到 我們香港人 我們社區的那裡 業務 我們鼎載元理事長有沒有 他有那個 我們板頭火車戰前 走飛車中午一天會回來 我就是以這個構想去想的 才坐這台火車 提到張秀口車 有一千會回來 這就是社區來源 為了滿足自己的一個共同志 先前要台藏來 口聲回來是不可能 然後居民的一個寄望的精靈 一萬火車還可以回來 一萬火車還回來 我祝一萬火車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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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火車還回來 我祝一萬火車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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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讓人很感動 真的就是要有空的笑的 這種堅持的精神 真的讓火車載回來了 那理事長火車回來之後 對地方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讓有很多社造界 他們會有我們一種想法 就是說故鄉有希望 但是本來是荒田五人耕 現在變成耕了有人爭 這個爭就是很多青年緩鄉 包括很多社區產房 包括我們交學官模 休閒女友一進來之後 那整個創造很多就業機會 那個就業機會 但是這個就業機會變成 我們要去主導讓這個社會的 整個社區裡面的公益性 那公益性就是我們做老人 照顧新住民這一塊 我們怎麼去推動讓他們 從產業到就業到永續發展 那我們就不斷在這一塊再農業 現在目前我們在穩定成長 這一塊就是可能交通上 要慢慢去改變 對人說可能沒落的鄉下沒什麼希望 但是透過你們的經驗真的讓我們看到 只要社區的人大家能夠凝聚在一起 其實還是可以讓自己的故鄉很有特色對不對 你們成功的經驗會給想要從事社區 營造人什麼樣的建議 沒有我們是想說社區本身一定要 住主是一定要很強 也不要太依賴公部門 公部門我們可以速度跟公部門一起行銷 但是你不要說我一定要有經驗才可以做 我們住主是很強就是說 如果公部門不方便還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在推動 這個社區才有希望 因為我們真正是 因為我們每個月都要固定 我們有用產業去帶社區走 所以這是我們的助力 助力就是產業 所以社區裡面的人最重要對不對 這社區的人對這個社區要有向心力 要找到社區的特色對不對 對 那所以現在感受 又走在火車上 會踢去路對不對 又坐火車有什麼感覺 沒有我們現在在推動的不斷的社區 創造也有就是路上行舟 就會把社區帶到 還原到以前的古伴港整個形態 就是說你怎麼讓古伴港重返榮 那個榮耀就是說很多遊客進來 那我們社區承受得了嗎 我們還要 這一塊我們還要努力去想 想我到底這樣做是不是對 不只是因為有很多人來 我們就很高興 可能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要很緊線去做這樣 我們從今天理事長跟我們分享 我們看到其實台灣的社區營造 真的還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只要社區裡面的人有心 相信共同找回社區 過去光榮的歲月 重新再讓產業有升級 是絕對可以達到的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將你們社區的故事 放在PayPal上與我們分享 難不發生 我們下星期再見